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忽著我不求 有求必煩惱 住心不常 一無所得 來著我不知 此在結婚 曲折我 不留主保 我之前也講過 如果無法直接從根本 無法直接從根本 我們要不要兼顧這裡 離境也要 智者轉心 以者離境 無法直接轉心 你也是要對智境 所以某人強調說 從這個部分 觸授之後 不要讓愛曲再發生 這樣了解嗎 有了這個觸授的果報之後 你不要讓愛曲再發生 所以有觸授之後不讓愛曲發生 那就是從哪裡下手 從借沙倒影下手 所以我們就說 要控制沙倒影 因為沙倒影其實就是這種愛曲的作用 那 要如何讓沙倒影不發生 那當然就是從 借了 那怎麼讓智慧出來 那當然就從 定位了 好 所以有人根基較大的從這裡 然後也注意 因為從內心生的 所以從內心生的那種改 就是六祖講的 心平合用 合用詞 所以他的立根從內心出來的 綽合的人沒辦法這樣 只好從字幕進來 所以十二因緣到底要從哪裡解決 所以十二因緣到底要從哪裡解決 有從這裡的 也有從這裡的 就是改了 當然哪一種最好啊 就是當然心平合用詞界的最立 那不就是什麼 那不就是同時都有的 借定位商學 同時 就說這定位要出來 這也要注意 人家說根基有上 有中 有下 下根基也從這裡 中根基也兩邊都一起 立根的根本 根本不會起無名 不會起無名 哪需要 所以根基有上中下 好 那 那 就因為這上中下 分出什麼 分出身文 圓絕跟菩薩 這樣可以了解 菩薩因為他心平合用 他也不懶 所以他有辦法度重生 菩薩可以這樣 圓絕種性 他當然比較利 他會注意從這裡下手 但是他會兼顧這裡 這圓絕種性 身文種性 當然從這裡 所以從這裡的什麼 人家說苦極滅道下手 所以苦極滅道是在強調一下 當有苦的時候 你不要讓極因再出來 所以苦極 對吧 當有苦受的時候 你不要讓極因出來 從這裡 解決 我們說關苦 光苦知道怎麼斷極 所以知苦斷極 所以四聖地 在這裡下手 十二陰眼 從這裡下手 無明滅的行滅 行滅的四滅 這樣 無相為體 無念為中 無助為本 這是六祖的禪法 六祖的禪法 是無相為體 無念為種 無助為本 我們如果 五祖的禪法 看起來 滅蟲色情 就是從這裡開始 當然 立更 他完全是真心的話 他就不用這麼苦 還要從頭 他直接這個是真 前面就解決了 但是 一般糟糕的人 一般糟糕的人 一定要一頭 慢慢地進來 因為 他還有他在 從前面慢慢進去的意思 就是說 比如說 比如說我們 那大象 陷入泥泥 裡面 他已經很沉 他要出來 是不是 要把腳挑出來 對不對 要把腳挑出來 是不是 最外面的那個 要先 先 先拖出 對不對 這樣 你聽不懂 我們 腳 落到那個 泥土 泥土裡面 要挑出來 不是 要有一個 赤地 是不是 越外面的 就是 越腳的 外面的那個 先出來 對不對 所以 這就是 要這樣慢慢挑出來 這樣 所以 這個不是很 這不是很難了解吧 這事實上 都問你了 就是 我用比喻的 就是 他才把它挑出來的意思 很難 就是 一直陷入 那個 物相的夜間 在那裡 手就是 這樣 把它挑出來的意思 所以 一開始就是要注意 什麼 最外境的 無常 再來 第二 要注意 三獸 究竟是 傷苦 所以 不要太 享受 以這世間的 什麼 五義樂 因為 終究沒有 沒有好的 凡事有業 到後來 都是苦的 不管你是苦 他這上面有說 苦獸 樂獸 不苦不樂獸 不過呢 這三個到後來都是什麼 苦 樂獸 變成壞苦 不苦不樂 變成行苦 苦獸 變成這樣 苦苦 所以 三獸最後還是 傷苦 所以 世間的東西 你不要太想要 為什麼 因為你怎麼想 都是到後來都是苦 好 好 所以不可以說 這個最外層 注意無常 離 這就一張一張離 我先離這一層 再離 享受的那一層 再來 從這裡就變成什麼 當下 空性 的離 比如說 比如說 我怕碰到劍 是因為我怕我的心陷入 但是 我已經慢慢抽出來的 我已經慢慢抽出來的 那 我還 怕不怕陷入 就不怕 所以 我就 我就直接 立言對勁了 當下空性 所以 享音儲 可以當下空 為什麼 因為你的 你的業益 已經慢慢 慢慢 慢慢減輕 但是 某一種是 什麼 某一種是 離 離這個元旗 另外還要去找一個空 就像生文這種 離生死 還要去取一個 涅槃 就是說 他離境 他想要去出一個 可以更正的地方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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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我們說 那個不是心法 那個是在對勁 所以 這種 想要離生死 而取內盤 那個是指勁 那是你還要去表承上的作用 所以 從這裡到這裡 進入這個之後 才算是 心才有出來 為什麼 因為 你想要離有取空 你還是在進上 不好意思 我剛才有說過 像是在外邊 同時居住 同時建立兩者 如果是心的話 沒有二 如果不是真就是我這樣而已 那是外面才有二邊相 這樣 這樣聽不 所以 會有離生死 要取內盤 那個是進 才有這二邊相 心的話沒有 我一開始就 就跟大家說 是境好兩邊相 心的順 如果是真就是我 這樣 不可能二心一體 這樣比兩顆心 這樣聽不 所以 你要離生死 取內盤 那是尚 它還在境上 那沒有立心 這樣知道嗎 所以實際上 你要對進不然 那就是當下空性 就不會念 不是說 我離這個有另外去取一個空 不是這樣 對 所以我們說 那個可以破響音 響 響就是取向 為什麼叫做響 心取向 叫做響 叫做響 所以 所以身文還要在這個 還要在這個 還要在這個 這個境裡面 它沒有立心 所以三聖來的身文還在進上 它沒有入心 它還要有兩邊相的感覺 所以要破響音之後 什麼 緣起當下 空 所以人家說 有違法的實相 就是什麼 就是無違 雖然心不是靜 但是靜沒有離開心 要記得這個 雖然 靜不是靜 但是靜沒有離開靜 而且 你在哪裡顛倒 你就在哪裡 爭 它不是離這個地方 另外又去找一個 找一個爭 不是這樣 可以 在 物相上 當下 路爭 不是說 離這個物相另外去找一個爭 不是這樣就變成熊 那就是心嗎 這樣 這樣 這樣可以嗎 所以 所以剝樂靠這塊思想 無相為體 對 對劍不觸 對劍不觸 那 對劍不觸 那這個也只是在講 講法 那是說 我們的所緣金這樣 再來 更深層的味 就是要錄這個心 為什麼 因為這塊是分別子 這塊不是 這塊與生俱來的 這塊是與生俱來的 所以錄心之後呢 要面對的就是 俱神子 所以 解決 改革境的寶文 這分別子 這是枝末 沒有 入者之後 慢慢地入入根本的意思 所以 所以這邊是枝末 那 無我 內心無我 這才是根本 所以無念的意思就是 不要有那種 人我 的那種念頭出來 無念 不是說 黏頭都沒有 黏頭都沒有 就比九頭 不是這樣 就是說 愛 可以 沒有一個我 我可以 怎樣 好像 因為這個沒有破掉 會變成我慢 慢 就是 要還有一個 巨神子 這個巨神子 抓著這個射身 還不放 所以 人家在睡覺的時候 為什麼不解體 就是要還有一個 要還有一個 這個 行音抓著 行音就是 行音就是 一種的 抓著這個射身 操縱的那種音 叫做行音 這樣 這樣詮釋 你們有更好 更了解嗎 心 心 抓這個射身 在操作 那個行 幫你 幫你拉到 東拉到西 幫你 敲來敲去 當作這個行音 幫你敲來敲去 這個行音 所以 從這裡到這裡 就是 四聖地 在 苦地的四行鄉 到這裡 到這裡 再來 再來 在離開這個射身之後 像我 我剛剛說過 我說 心有好幾個層次 有 最後的是無形的 再來是有射身的 還在出去 植物 還在出去 無形 所以 它有層次 所以 在拉的時候 也是有層次 比如說 這如果是三河大地 這如果是植物 這兩個 如果是 射身的動物 還在進來 這個無形的 鐵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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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懂嗎 所以我剛才 我剛才在說 不是在說天荒夜堂 我是在說 無音 整個心 就是有這些 有這些層次在掌控 再來就是進入這個地方 進入這個地方 進入這個地方 又分為這兩種 的總性 一款是 它還沒有完全離向 所以 它想要離身時 取虐盤 所以 這款 這款就是 離的意思 再來 如果是 它的心更超越的話 那 是這款的 就是說 比較接近你真 就是 越來越深層 所以 菠蘿菠蘿蜜 聖身 這個 因為這比較清 那 外面的是 淺 越入越清 好 好 因為 生死當下就是涅槃 所以不能 不能住在任何向上 所以 這裡不住 跟這裡不住 都也是有離的意思 所以 所以你們看 二聖 毛離 大聖 毛離的意思 不住 不是只有二聖有離 大聖就沒有離 不住就是離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沒有住 沒有黏住的 那不是離 但是我問你 哪一個離的比較徹底 這款的嘛 這樣你們有感到他的層次嗎 所以有時候 有時候 有時候 要讓人感到層次 你沒有用文理 就沒辦法感到會出來 就這樣下采 你們才感到會出來 對不對 有時候 有時候 人會說 法師 這廣經的名相 那麼多 他看得到 這有時候 這名相 你沒有用這名相 你就更沒辦法 知道一個層次 所以還是得要 有某些 某些名相 你還是得要 得要留意 因為 一樣是離 但是有層次的不一樣 那不住生死 就是什麼 就是智 不住涅槃 就是 爹的就因為 所以 了解 眾生 我們跟別人 就是因緣的一踏起 所以 不忍心 拋下 忍心拋下的 就走一邊 所以 所以 智慧跟慈悲 人家說 那是雙運 還有 還要注意的是 悲 這是自然出來 這不是造作出來 是因為 不住主人 就是會這樣 這樣聽嗎 不住主人 就是這樣 所以 自比是因為 地位 不住 自然出來 所以自比 不是造作出來 有些人 智慧不出來 你說要怎麼慈悲 要知道 所以 不是 有些人 智慧不出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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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者 還是哪些 還是道家慈悲 是哪些家慈悲 這樣 這樣知道 所以 所以自比是怎麼出來 自比是一地位出來 一波落出來 那就不是造作出來 所以 到後來你要走哪一家 那 不過 慈悲的人 他會等事一切 所以 所以 所以人家說 如是道 本一家 因為 因為慈悲的話 他 他會餵眾生 他不會 他不會拋棄任何 任何一位眾生 所以人家說 如是道 本一家 實際上 除了佛教以外 其他宗教都是勸善 當然是 都是我們要 都有他的好 只是說 如果我們 加上佛教的智慧 那會更好 所以 所以我們叫做 如是道 本一家 這樣 這樣 這樣知道 其他都好 但是 佛教 再加下去 更讚 這樣 這樣講得 夠不夠元隆 所以 所以 不是說 為什麼金字塔 裡面 你要蓋上佛教 當然 你不要做佛教 就不錯了 不過 最好 就是 在上佛教 因為 智慧 慈悲 都有 本一家 最徹底 好 再來 那 那 這款 叫做 這款 叫做破 環老障 因為 他就不再有 生死的環老 那這款 叫做破 環老障 以及同時破 所知障 所以 這種离 是离環老障 那這種离是离二障 因為 因為 它兩邊都不住 所以 离二障 好 所以 那你 那你這离二障 叫做不二 就是 無助 為本 不住 不住 不住生死 不住虐盼 無助為本 所以 所以 一頭到尾這 這是什麼 這是六祖 壇經裡面 無相為體 無面 這 最當然是對見講的 念是對什麼 心講的 不住是對什麼 對大生講的 這樣可以嗎 所以 無相是對見講的 無念是對心講的 無助是對大生講的 這六祖的慘法 它有一個 有一個 刺弟弟 其實就是在打五音 的過程 先說 統一異名 因為統一異名比較好 不知道 這就是我上次講的 印象利民 比如說 我 我 我以這個色身 但是 從再加到出家 名字已經換了好幾個 所以 就會有 同這個像 但是 名字會改變 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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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諸佛 三世一切諸佛 也有十個名號 四個異名 所以 這個比較豪解 比較不容易懂的是這個 同名異異 好 因為 就以這個來講 就以這個來講 佛字的話 是 這三種字都是 同時具足 隆無 但是 為什麼要把它拆開來講 因為 每一個有每一個它獨特的意思 比如說 离 离的是一切字 像我剛才說的 离 离煩惱 离惡 离惡 那 那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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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致 大致 那 那 道總之 這個 政行 那 一切總之 這叫做政修 所以有 架官架行 架修 意思 先來講架 架官 架官 架官就是 你對所遠近 要有空性 是 不可 不可得的那種 离的思想 所以 一切字是在說离 空官 那 那 因為 人是怎樣有架 就是 特上有架 所以 他是屬於 以獨特 以獨特的特質來講 二聖 具有一切 之 因為 二聖 他們主要就是 我是病人 所以我 我只要把我的病 医好就好 我 我離向了 我的病就好 所以 才空官 不可得 二聖 再來 那 道種子 那 那就是病人 他要有 醫生 醫生的應激 所以道種子是 一種 應激的智慧 所以 那是屬於菩薩智慧 再來 那 什麼是一切種子 一切種子是佛 然後正片子 正片子包括什麼呢 包括 我們說 三四 這是廣略 這就是呢 頓見 這就是李氏 這個正片子 為什麼 因為 他就是 在最高位 不管 時間 空間 司法界 他都知道 那個是 一切種子 那 那 當然 這個正片子 是在說 真心的時候 當我們心 完全真的時候 當然是會正片子 不過菩薩 他還不是佛 所以他還不是佛 所以他還不是佛 他還處於 只要能夠 基德利他 他